2020年11月8日 是周子諾逝世一周年 當日互聯網上分別有網民發起悼念周子諾的活動 人稱第二代美國隊長的網民 於較早時在網上發起 11月8日下午6時30分 在將軍澳popcorn商場 指現悼念和和理唱的活動 大約5分鐘後 因為參與人數不足 第二代美國隊長 決定先到上德川十字路口的悼念現場 進行悼念及獻花 當他步出商場大約一分鐘 隨即有十多名機動部隊成員蜂擁而上 將他拉扯到一旁進行截停搜查 其間本台記者曾舉機拍攝 但在場的機動部隊成員大為緊張 查閱本台記者的記者證後 便安排本台記者到一個較黑的地方拍攝 數分鐘後第二代美國隊長獲方行 截查我 給警告我 如果我在上十那邊 叫了一些違反國安法的口號 便會拘捕我 現在最少都有兩個便宜跟著我 在附近 應該會一直都會跟著我 是的 但我都會照去上十的 我都呼籲每逢八號、十五號、二十一號、二十二號、三十一號 都需要整班聚在一起 去叫口號去宣揚獨立意志 如果純粹悼念擺閘花流兩定眼淚 根本對整場運動是一點幫助都沒有的 是的 所以希望我可以藉著悼念的活動 可以做到我們和平的表達訴求 宣揚獨立意志 晚上大約七點鐘 在上德村甚至老口的悼念現場 已有大約數十名市民在場進行悼念 他們都自備白色線巴 並且有義工提供蠟燭給在場市民 現場更有市民及教會義工 耳目同笛及結他奏器善師 本台記者所見現場所有的市民都很有秩序 並沒有任何混亂 不過有數十名警員曾多次在人群中巡邏 晚上大約8點05分 在場悼念的市民開始愈來愈多 現場已經有百多名市民 由於人數眾多 有部分市民要站在祭壇的對面馬路進行悼念 當時主辦單位打算在8點09分進行默哀 但在場的機動部隊成員 忽然衝入在祭壇中央 並用大聲鼓叫在場人士離開 大約8點14分 在悼念現場的對面馬路 忽然有人大叫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口號 大約有二十多名機動部隊成員 立即衝向對面馬路 並封了兩條行車線 舉起了警告在場市民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的止旗 警方更一度舉起南旗警告在場市民立即散去 之後市民向著富康花園方向慢慢地散去 晚上8點30分 載有大約二十名機動部隊成員 突然衝向祭壇中央 拉起封鎖線分隔在場記者 並驅散悼念人士 其間有一名機動部隊成員 刻意將腳踏在紫落字樣的千語學上 令在場市民非常憤怒 移工隨即上前進行收拾 之後有三名市民不理會封鎖線的封鎖 堅持站在祭壇中央進行悼念 晚上9點15分 警方在祭壇實施了單向人潮管制 在場悼念的市民只可以由一個方向進入 再由另一個方向離開 但現場附近依然有百多名市民堅持留守 晚上11點 仍然陸續有市民前來悼念 但現場人數已經明顯減少 凌晨一時 主辦單位宣布 悼念活動結束 在現場約3、40名悼念人士開始陸續離開 義工在現場收拾及打掃乾淨 在2019年11月4日凌晨 科大學生周子諾 在將軍澳上德川停車場的3樓 跌至2樓重傷昏迷 於2019年11月8日早上8時09分不治 周子諾墮樓原因依然不明 但坊間一直認為 當時救護車被警方阻礙達20分鐘 是導致周子諾墮樓4日後不治的主要原因 我認為是如何在彼此上 我認為是第四樓時 並開場 充滿4日後不治的主要 延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